大家好我是蔡少 今天要教你们一个是非常多人询问 但是他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 当我下载了Final Cup 他所显现出来的是英文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跟蔡少我一样 是个对英文一窍不太通的人 那你当然就会希望我所显现出来的字呢 会是中文的解说会比较亲切 好吧因为我们真的是英文不太好 看不太懂这么多的东西 接下来我教你一个轻松简单的步骤 马上就可以让它变成中文版 首先呢我们先关掉我们的Final Cup 然后呢来到了系统编号设定 接着呢我们到语言与地区这里 然后在左手边这边呢 这编号的语言设定这里 在左下角这边有个加 然后去寻找一个叫做简体中文 然后记得下面就可以了 使用繁体中文台湾这里 然后稍后再说 然后再把它关掉 这时候呢我们再重新打开我们的Final Cup 当我们打开Final Cup上面之后 你有发现吗 在上面这边 全部的字体呢就变成中文版了 但是你们肯定有发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显示的是简体中文呢 Final Cup它的其实它是有多国语言版本 但是它偏偏没有很爱繁体中文版本 所以他们在设定中文版本的时候 只有设定简体中文 所以我们只要打开增加语言体系 有简体中文的话呢 就可以自动的将我们的原本英文版的部分 变成中文版哦 Final Cup从英文版变成中文版的教学 就介绍这边非常的简单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但是别忘了 记得要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好的鼓励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